这个厕所 圈四圈五比较好待 这个圈现在有点大 暂时不是特别的好待 中围会有很多很多的敌人 会给夹角枪线的压力 现在的受精片击太广了 是的 对于烟雾弹的消耗是十分恐怖的 我注意了我们这一次比赛的物资刷新量 投掷物和药品的刷新 都是我们平常的一倍刷新 也就是说其实你减这个投掷物 它是不会有那么多的手榴弹和烟雾弹的刷新 丁凯勒这边一颗手雷炸倒了阿顺 突破狗被打开了 丁凯勒没有第二颗手雷 对于丁凯勒来说是个好消息 但是远点有JL已经压过来了 丁凯勒还是要注意一下的 BGM选择直接顶 停在了侧所外围 车很多 哦呦 清晨也没炸到 是被远点的长哥炸倒的 是 这个车都被炸飞了 我的天呐 再冲击 九尾和孝晨一直在寻找着厕所外围的一个机会 其实新婚和老董 反而会比BGM更安全一些 是 因为你看 反倒是BGM和JL成了精神小伙的保镖 对 一时半会儿呢 不会有人选择直接冲击这个厕所 这是正统宝宝厕所 保护的很好 像保护小宝一样保护好了这个老董和新赫 是 现在新赫对保镖出手 是 在战场上哪有什么永远的保镖啊 对 都只是收购路费而已 过眼云烟罢了 BGM这边在不断的欢车其组 火 九尾这个正面稍微有一点草率 九尾不得不冲了 原因是因为在外面的JL已经把枪线拉开 他再不冲的话肯定会被JL 星赫又放倒了枪绳 从一个小窗口放倒了枪绳 乱战当中 精神小伙这边只剩下星赫一个人 看看星赫周围的载具 就知道刚刚是经历了什么 太激烈了 虽然车很多 但是一辆都不能开 星赫现在包都舔不过来 他一会儿要进圈的话 还得封烟雾弹 但两边的烟雾弹 好像我刚刚看了一下都不多了 有家们说厕所大战 是又是厕所战神 每天都会有 我们的海岛当中 尤其是麦田的厕所是挺忙的 宝兹小姐姐开张了 来了 地宝来了 这次收了一下别人的地宝 LKG也跟JSTAR在西南部遭遇了 往过另一边JL 最终是被NV 摇火力车给摇掉了 看在这里 两边都是烟雾弹 欧比游是满边 ASC的话 他们作为一支 只有两个选手的队伍 这个时候不敢打 稍微等一下 噓 这里要挺脚步 先拉人 两边非常默契的先拉人 没毛病啊 人拉起来之后 由于在圈边 可以打一波速战速决 不然的话 如果你直接冲的话 被击倒是要被大锅的 是 双方都拉起来了 有一颗几何雷 但对方是站在反向的墙角 OVO这边是最终淘汰掉了 ASC 看一下 舱内跟舱外之间的对决 三打二 这个大舱不能朝日进取冲 因为入口只有一个 很容易被对方指架 但是现在他们是扛着蓝圈的伤害的 小白已经被放倒了 这个时候 芒芒好像是拉到了他们的一个侧身 没有 他出不来 对 哇 豆沙包把小白连打逮捕 糟了 那这一波 其实说实话是亏的 是 杜甫想等他们出来 这个时候不能再上去忙了 刚才那一波三个人 由于面前有个烟雾弹啊 所以第一时间没有着急直接 蓝圈来了 先放倒一个 先放到芒芒 再回头 哦 侧身的枪线给他十分及时 是 但是救不了人了 这里只能走了 单朝苗只能丢下肚子 啊 什么 派的A6 直接用大盘机爆头 把单朝苗给收掉了 但是自己与此同时 也被余果的一颗手雷 一雷双响 现在是一个山地混战的局面了 JSAR和LKG 包括旁边刚才的派 三支队伍的混战 派率先被淘汰了 由于这个信号技术区 伤害时间太高了啊 左边一波刷屏 现在场上剩下三支队伍 没错 JSAR这边还有三个人 那收下了LKG之后 他们可以重新补给一下 三队多不载圈 离圈最近的是JLP 你还别说 他们这波运营 还是挺出奇 就是挺让大家意外的 因为一圈的时候 他们选择了一个究极反向开车 对吧 是 这个歪城一日游 到现在不太明白 可能是有其他的良苦用心 我们没有读懂 是 冰河一颗手雷是 炸倒了OVO的明天 98K也被放倒了 应该OVO这边只剩下 第一宝来了 哎呀 就收掉了 是的 宝子最后也被冰河的 这个引爆载具给淘汰了 哎 这波反向跑圈的JLP 其实是思路清奇啊 三打三 又放倒了Butterfly 是的 Butterfly 这场比赛发挥十分的出色 但是被冰河直接打了侧身 而且他那位置不好摸 陈 还以颜色 现在是一个2打2的状态 现在JSTAR已经是率先摸进了圈里了 这把的话JSTAR的机会是很大的 因为 现在你看Butterfly 因为刚才打开了对方的突破口 所以这时候可以摸人了 反倒是JLP这边三个人 都吃了蓝圈的伤害 对 状态很差 蓝出去 哦 放倒了陈斯高 那现在只剩下敌酒 反打掉了 陈斯一个人出圈之后 要1打2 来不及摸人 他是一个高手机状态 最后没有太多的悬念 恭喜JSTAR 成功出击 我的人 我可以 我可以